Shift加F2 如果你把這個方法你不知道放哪裡 Shift加F2 他就切到Shift加F2 實際上我就是在這邊寫個什麼 查詢2 但是後面呢 因為我要查什麼 因為三個按鈕都一樣 差別就是在它的欄位跟關鍵字不同 我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傳遞參數的方法 可以只寫一個方法 三個按鈕共用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這樣不是很精簡嗎 對不對 這個也是VBA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你們以後寫程式表明 寫一寫就產生一個方法 複製貼上又一個 複製貼上又一個 那你光看那個程式你就看到頭昏了 所以盡量看有沒有共通性 如果三個按鈕共通的地方 就是其他都一樣 只有欄位不同 跟關鍵字不同 你可以修改什麼 這地方 有沒有 就是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欄位有沒有 把它傳給這個地方 Fear後面 對不對 那關鍵字呢 本來是查給 X是Input Bus 那我們就透過什麼 關鍵字傳給X 就不是用Input Bus傳 而是透過什麼 透過這個地方 傳遞過來的 其他不用改 所以基本上 我是把原來的程式 只改兩個地方 就是欄位 還有就是說 Input Bus 改成關鍵字 就改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 很簡單的 我盡量就是已經把那個 邏輯都非常非常簡單 只要你細心的不用急照 而且呢 你照這個上面步驟做了 做完 就可以walk 而且基本上不太會有bug OK 所以這個各位可以體會一下 那最後這是第二種的介面 第一種是Input Bus 第二種是直接在這個上面 做一個介面 不過有的時候 這個是在上面做介面 當然也OK 可是感覺上 還是沒有表單來的那個專業 所以第三種 就是做什麼 做一個 這邊有一個什麼 查詢表單 按下去之後的話 就是 比如說我們之前有 Home.Show的表單會跳出來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點下去 也是一樣 可以怎樣 做出一個查詢介面 這個應該各位應該都會做了 這個都前面做過 Label 3個testbox 加3個button 那其實他傳遞過去的 也是 其實甚至可以跟剛剛前面共用那個什麼 共用那個方法就好 因為他的查 比如說這邊 成語查 東西 既然 可能 是 完全